大家好,这里是小家厨技 把啤酒倒入鸡蛋里 搅拌均匀以后入锅 出锅以后没想到那么好吃 很多朋友肯定没有尝试过这种做法 今天就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您觉得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别忘了点个免费的赞和关注支持一下哟 谢谢大家 首先,咱们先准备一个大碗 往碗中倒入两勺普通面粉 再把打好的鸡蛋液倒入面粉中 再倒鸡蛋液的时候要少量多次的倒 如果鸡蛋液一下子全都倒进去的话 面粉就很难搅得开 里面就会产生很多面疙瘩 那样做好以后吃起来会特别影响口感 最后搅拌成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再盖上保鲜袋或者保鲜膜 要面糊醒发 因为啤酒本身含有酵母 所以就不需要额外的准备酵母粉了 醒面的时间大约是40分钟到一个小时 接着再准备一小把韭菜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以后再放到案板上 用刀把韭菜切成小段 不喜欢吃韭菜的朋友可以用小葱来代替 40分钟以后面糊已经醒发好了 再把切好的韭菜倒进面糊里 倒入一小勺的盐调味 用筷子搅拌均匀 接下来起锅 往锅中倒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先把油烧热 油烧热以后准备一只干净的筷子 把筷子插入油锅中 当筷子快速地冒泡 说明油温刚刚好 再准备一把勺子放入油锅中 烫十几秒钟 烫好以后再把面糊倒进勺子里面 再把勺子放入油锅中 等面糊自己飘起来就可以了 如果刚开始不把勺子先烫一下的话 面糊是很难脱勺的 接下来再用同样的步骤 把所有的面糊炸成表面金黄就可以了 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简单呢 炸好的韭菜面团子一个个圆溜溜的 表皮酥脆 里面却口感软糯 真的是又香又好吃 如果您喜欢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个免费的赞和关注支持一下哟 谢谢大家